這樣的畫面真的沒見過 總統蔡英文就在官邸 蹲在地上跟幕僚開會討論 比你結構調整的這個縮帖來說 我們前後大概修改了 應該有五十五十六個版本 當時唯一的目的 就是我們能夠如何能夠在第一次 跟國民說明的時候 就讓大家覺得 這樣的改革是對的 五十六個版本 這比總統國慶文告改了還多回 原來蹲著的開會對象 詮釋國防部官員 拍這張照片時 已經討論到第四十多個版本 而三立新聞早在去年底 兵役恢復疫情 記者會前一週就曾獨家披露 國防部縮帖被退了二十幾次 顯示總統對這議題的重視性 進行到了第二十幾版 二十幾版 對對對 那當然大家不斷的討論 那總統就告訴這個與會的大家 特別告訴這些 秋國正他們 我們這些軍方的長官 那個告訴他們說 這個我國慶的講稿 改了五十幾版 所以意思只是告訴他說 現在我們到了一半了 我們已經走到一半 還可以再往前 解放軍對臺不止文工任之作戰 還有武嚇共機擾臺 國防部臉書最新梗圖批評 共機兔鷹到處非惹人厭 東風沖天炮亂放惹人嫌 秦海鷗轉告習近平 文工武嚇壓不倒自由民主 只是令人氣餒的事 竟然有退役較像成為共諜 卻只遭到輕判緩刑 他們覺得說作為軍人背叛國家 那結果居然在被法院輕輕放過 他們覺得這是不可思議 遏止共諜案修法室在必行 國軍不只強化戰力 也要小心敵軍的任職作戰 三選我有聯 綜合報導